武汉肺炎造成全台的口罩是大缺货 为了服务详情 立委陈伯伟在服务处是成立了物资转计站 号召民众将没有用到的口罩分享给真正有需要的民众 获得许多回响 而大理由洗车业者则是免费提供了120个口罩给民众 大家一起用心对抗武汉肺炎 桌上摆的口罩有些是陈伯伟的竞选立委小物 有些则是民众捐的 武汉肺炎造成口罩全台大缺货 立法委员陈伯伟在服务处成立物资转计站 希望号召大家将没有用到的口罩 分享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其实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可能包括议件领袖或是民意代表 他们说不然立委你拿一本 拿一本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本 你比如说我们历史总体输入府的 人口什么清理的清三的 这个你如果给理长 你也不知道大家理长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就说不然我们给家福中心 还是说你真的有需要你要跟我讲 我把这些东西转借给你 不是囤在这里你看到这里有口罩工厂 口罩什么 没有嘛 就是变成是说你就有关 我转借过于你需要的人 来到大理这边 有洗车业者也免费提供120个口罩给民众 虽然不是医疗等级是一般强力活性探口罩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前来所取 之前就是有库存一些就是要工作用的 对然后想说现在外面大家都在抢口罩抢那么严重 我就想说哪一些出来给社会大众一些比较没有抢到的客人 比较没有抢到的乡亲 明代及业者各出其力希望为对抗武汉肺炎尽分心力 另外提醒民众出门记得多洗手 不要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到人多的地方记得戴口罩 才能避免感染到流感或是武汉肺炎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